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关心房屋的价格 有的关心大马青年到底有没有从事 或者有没有这个医院去从事3D的工作 就是dirty difficult跟dangerous 虽然各报的头条各有迁就 不管是独家的专访 特别的报道还是普通的新闻 但是有两则新闻则出现在封面预告文当中 第一就是单容彼爱的补选候选人 第二则是八少年脚车骑士被撞死案的女司机 没有违规获得无罪释放 那么Sina Harian的她的这个 针对这则新闻的头条就是 Tragedy Bicycle Lajac Jurujua Wanita Bebas Tudohan Momandu Malulu 飙脚车惨案 被控鲁获驾驶的女销售员无罪释放 那么Breeta Harian也同样在封面预告文里面 有这则新闻 就是内容都差不多一样了 这里就不重复了 那么这两条都是大新闻 如果我选的话 今天的关键词就是 单容彼爱 这个星期六就是单容BI的补选提名日了 希盟昨天已经公布候选人 可是有机会重夺这个议席的反对党 就是国阵 没有在说好的昨天 与希盟一起公布候选人 这显示巫统和马华 没有办法针对候选人达成共识 在气势上就输了一截 对竞选的团队来说 也是相当泄气的 因为他们做好准备要迎战的 但是老大突然之间说 今天不宣布候选人 我们迟点才宣布 那么当然 对于那一些满怀热忱 想要在这一场补选中 拿回更多票的助选团来讲说 相当的不动性 在政治上来讲说 往往不能够讲爽快点 能就能 不能就不能 因为政治的决定 有太多的这些考量因素在里面的 那么接下来的20天呢 我们都会被单用BI这个地方这个名字给轰炸 因为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之内的新闻都会围绕在这一场补选当中 因为它是全国的焦点 虽然它只是一场地方性的补选而已 今天就先来个热身 隆重为你呈现 单用BI 好 我们看看Sinaharian的封面头条 就是这则新闻 Demam P.R.K. 单用BI Bermuda 丹荣BI 爱补选热起来了 该报把焦点放在候选人的身上 它的封面有三个人头 第一就是土团党的候选人卡敏 第二就是民政党的主席刘花财 他不是候选人 不过该党会派人上阵 那么第三个人头就是国阵主席阿玛杖 国阵没有宣布候选人 不管最终是马华还是巫统上 失落的一方 他们该如何归队 以团队的姿态迎战呢 还是落选的一方 他们会有小动作 就算不破坏 也可能不帮你去助选 那么这才是我要关注的焦点 另外一份马来报Breda Harian 他关注的是 防止房价的问题 Rumaman Pumile RMM Haga Ikut Lokasi 地点和收入决定可负担房屋的价格 房地部长主来答他就说 未来的可负担房屋的那个价格呢 将根据地点还有家庭收入来做决定 从国阵到西蒙 居者有取物的问题 一直都困扰着政府跟人民 中低收入的群体买不起房子 与此同时呢 市场上又有许多卖不出的房子 问题出在哪里呢 是市场供需失衡呢 发展商唯利试图要赚多钱赚大钱 还是政府的政策和管理失效 还是人民的薪金收入跟不上通货膨胀 买不起房子呢 这都是综合因素 绝对不是一两个原因所造成的 那么期待房地部现在草女中的国家可负担房屋政策 DRMM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至少找出对策跟应对的方案 STAR的头条呢 则是 You've making a clean living doing dirty jobs 青年把清理工作当成是职业 这是STAR的特别报导标题呢 突出两个相当对立的英文字眼 就是clean和dirty 带出年轻人其实也愿意从事3D的工作 就是苦活脏活跟累活 那么它的封面图呢 就展现三个年轻人进行清理工作的照片 所以说3D工作没有人干 有诶 而且是年轻人愿意从事3D工作 好 我们看一看这个New Space Time NSC 它的头条呢 是 Cameron's Drive will be a breeze 开车上金马轮将会变得更轻松 好 因为在假期期间呢 如果你有开车上金马轮的话 那么大概的情况就是排队上山 又排队下山 因为车多路载 那么这个车多路载也限制了金马轮的发展 令许多游客打退堂股 因为他们不想塞着车上山 就同样的会波动心 不过呢 一旦中央政府通过 810级的这个金马轮高原绕道计划 Cameron Highland Bypass之后呢 塞车问题将能够迎刃而解 建议中的Cameron Highland Bypass呢 有两条道路 把金马轮从北部和南部两个地方连接起来 第一条呢 是Ringland和Trencup之间全长24公里 耗资6亿1000万令吉 那么这一条Bypass呢 将能够舒缓来自北部的车流量 那么第二条呢 则是从Gualatala和Blue Valley 全长呢 是7公里 费用呢 是2亿4千万 那么这一条呢 将能够舒缓来自北方的车流量 这一项金马轮高原Bypass计划呢 是在每5年一次的第12马来西亚计划当中 已经有列明了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呢 其实它涉及中央政府和彭亨州政府 两个政府呢 已经同意了这项计划 不过同意归同意 它还是存着很大的一个变数 因为中央跟彭亨州呢 是不同调的 一个是西蒙政府 一个呢 是反对党国阵的政府 他们能不能够真正抛开政治的分歧 携手一起推动金马轮的发展 值得我们关注 今年1月 金马轮才完成了补选 国阵打败西蒙成功首途 那么绕道计划呢 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目前呢 只是在初步的讨论阶段 就连可行性研究都还没有进行 因为这一项研究费用呢 是高达150万 将会由中央政府跟彭亨州政府一起来承担 此外 彭亨州政府也计划成立金马轮高原发展局 以便更有效的规划管理协调 金马轮的永续发展 那么说回来 州政府跟联邦政府不同调 不管政客们如何恶斗 民生和经济发展呢 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因为政治分歧而典荡人民的权益 这个政府其实不要也罢 因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政府是我们投选出来的 给予这一批新的政府 五年的contract 为我们好好打工 干得不好的话 就把你干掉 换另外的人来做 这个就是民主 这个就是选举的真正意义了 Financial Daily关注的是 国内半导体领域到底会进一步增长 还是放缓呢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ave for growth or further slowdown 国内的半导体领域呢 如何在5G来临之际分一杯跟做大市场呢 但是与此同时呢 贸易紧张关系已经逐渐变化了 令到该领域慢慢的失色 而且失去吸引力 况且呢 这一个失色 很可能将会反映在 大马半导体公司的业绩当中 因为这一些公司呢 他们可以也能够在5G发展来临之际 在市场上分一杯跟做大扩大市场 但是由于国际的贸易紧张局势 已经出现了变化 令到这个领域开始失去吸引力 而且这一个失色呢 很可能会在未来反映在他们的业绩当中 不过也有人认为 未来几个季度的复苏是乐观的 这些公司目前他们的股价疲弱 是购买的良机 而且报道当中呢 也引述一些分析员的谈话 推荐那些基本面良好的公司 让投资者参考 所以如果你对半导体领域的公司 或者是他们的股价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详细阅读了